《上善若水》作者靖心 《上善若水》是出自于老子的《道德经》 以己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如同水的品性一样 水善万物而不争 水上天则成为雨露 下地则成为江海 万物赖之而生 孕折一切而无所趣 宽容慈祥 含蓄柔顺 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而水又无定形 欲方则方 欲圆则圆 大不可及 深不可测 刺之不伤 斩之不断 闻之不然 鉴于柔而内于刚 世间最柔之物也莫过于水 而它却蕴藏着滴水穿石之力 这也是其柔德之所在 堪称以落胜强 柔以克刚的典范 水也包含了老子不争之大智慧 将欲取之 必顾与之的普世哲理 以其不争 顾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玄妙道学 甚至连先贤孔子也为之探 称颂老子 乃人中之龙 让人高山养者 老子认为人世间最善良的人就应该像水一样 滋养万物却不予万物中高下 这才是最为谦虚的美德 也是最大的善行 人们从水的品行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做人要学会宽容 要具足善念 无私无我 善待他人 不失而不求任何回报 同时还要谦卑内敛 犹如深潭宁静之水 大德深藏不漏 渐渐的如同水一般 升华到本性的最高境界